我們開放康應 聽聽寶貴的意見 第一通接在高雄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最近我看到梯台 每天就在連這個 塑膠鹹濃縮的問題 我割高雄 我冰冬人 我不知道這個情形 他們那些北部那些高級的外省人 他們沒有農地 所以說他們不拿這個情形 對不對 我只想說 那個總會想要說 給我繼續練沒關係 給我繼續練 因為我這幾天回去冰冬 我給我聽到一些農民的反應 大家都已經有夠煩 有夠煩感 就對了 要聽就大家聽 要聽什麼 對不對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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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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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完全立法 我們都會看過了 好 謝謝陳先生 來 台南的蔡先生 蔡先生你好 小金來賓大家好 你好 麻煩跟大家講完 當全民苦哈哈的時候 馬政府國慶花33億 以台季人喝紅酒畫面的時候 我拿海中忽然浮現出 晚無在喝聯名的血 莫名的驚恐 加上花博花138億 每年再編五六億經費 這種政府簡直是一人吃飯 全家二死的做法 馬政府三年多 加上農民 勞工不平等的待遇 新資在三萬兩萬以下 是更困難 接近六百萬 股票只八百多萬 每年產品兩百六十一萬 加上農民 勞工不平等的待遇 受害人數達一千多萬 難道不昏露嗎 除外 馬政府這三年多 重大建設一樹五成 樣樣跳票 擠在一兆三四千億 不資錢跑到和聯的口袋 正念了國庫通黨庫 黨庫通書庫 難怪周開報導 將民坤3.6億的豪宅 及十二個車位 交換場1.5億的豪宅高官 數不清 幾乎 都是算益起跳的 這次一輩子公務人員 竟有如此龐大的家產 顯民用膝蓋小眼知道答案 如今大省已盡 秋毅為了自己為己的險情 把蘇家田農舍 竟被波及國民黨高官立委 數不清的豪宅 農舍曝光真好 男女一宿同仁 而其中另有一位打手 在50台為拍馬屁 說其他全市輸百億 有政績嗎 這種被著妻兒 帶女人去為格 銷魂快活的立委 還有臉潛立委 說成道士真是卑微下流 謝謝蔡先生 南投的賴先生 賴先生你好 賴先生請把電視機的聲音關小 你請說 賴先生請說 關電視 今天 為什麼小英那麼多人要挺他呢 因為台灣人怕馬英九當選 因為馬英九一當選的話 台灣就會被共產黨來統治我們台灣 所以大家都很怕 大家心裡都很...心裡都怕怕的 所以一定要給那個蔡英文 當前台灣才有保持主權 還有我們的國家的利益 對我們人民才有好處 在講塑膠田的那個農舍 那個農舍 塑膠田的農舍是小咖的 因為我家裡蓋了一棟農舍 我也是蓋了一棟農舍 我是80年蓋的 那個時候地坪是75坪 總共150坪 那個我是豪華的 但是我裡面的裝潢 還有裡面的那個價值 總共價值5000萬 所以我不怕國民黨來幫我拆 我都是豪華的 所以那個專門在找輸家錢 抹黑輸家錢 輸買輸家錢不能當錢而已 所以國民黨還有提台 他們天天練 天天天練 我看得非常討厭 謝謝賴先生 感謝你台中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 阿美列子車人 各位貴賓大家好 我的朋友在買賣房子 也拆房子 他說選舉是他的忘記 他說以前有傳單說 馬總統比孔主和國務還偉大 他以為工作來了 要拆孔廟 跟國務紀念館改為馬廟 誰知道到後來 說這是一個笑話 現在聽說有農舍要拆 他想說請蘇先生 組一個農舍紀樂部 他說職一請就好 但是國民黨要說清楚 不要到後來說 這是一個笑話 謝謝 好 謝謝吳先生 來 宜蘭的洪小姐 來 洪小姐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來賓你好 我是中間選民 希望以後 不管任何一黨執政 希望能修改農舍條例 台灣這麼不好 政府規定不能有圍牆 難道是給大腿開方便之門 可偷取所需之物 如壓擠人身安全 因而發生不幸的話 政府要負責嗎 這是身為台灣農民的行程 謝謝 好 謝謝洪文姐 來 台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美麗的主持人小田你好 我是覺得我們國家的 關心福利 這個國家理由 我覺得很不注重這個話表 雖然他的衣服 是去年 我覺得這個好 這不要說 但是他自己就 他的探問 也要進去修圖 再跟他的 我進去學長 我減一下原資 對這個理由 也比較有 對我也比較有 第二點 是說 我們那個 這個 說這個小的觀點 不好 應該是 馬英九 他的薪水跳票 無關 這 這 再加 加 自己 加自己的薪水 對社會的觀感 很不妨 關於這個農舍問題 也不要再吵 農舍條例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 聽到很厭煩 另外這點就是 我要跟林鄭縣 那個 發言人說一下 那天 三萬人的場子 我說實在實在太小 我希望下一次 找個五萬人 我去的時候 我都會放在大樓邊 真的很危險 那場子 要找得更大的 拜託一下 謝謝 謝謝台南的周先生 很好 農舍的問題 其實在討論會希望說 從法令 法令的方法 依法論法 如果說不從法令的話 要靠社會觀感 或者是說 你政治人物 你有權 你有資源 你要怎麼搞就怎麼搞 那麼老百姓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看在今天 因為蘇嘉全 他速度高分配 強調接受最高標準的檢驗 也已經向農委會提出會堪要求 但農委會卻是大提皮球 不願前往會堪 他今天出席在台中豐原 競選總部接牌一事 他質疑農委會卸責 淪為選舉打手 他說他問心無愧 到台中豐原為競選總部接牌 蘇嘉全再談農舍問題 要改善我就改善 要拆除 我就全力備合 只要你們兩個單位 會合好 我不覺得農委會下來 會堪有這麼困難嗎 為什麼要讓這個事情 利用公文這樣推來推去 強調接受最高檢驗標準 蘇嘉全不滿農委會 暗示他違法 又拒絕到現場會堪 淪為政治打手 周三在民進黨台一線活動上 誓言為家園成為選舉 鬥爭工具 討個公道 但農社爭議已經延燒三個多星期 衝擊綠營選情 更傳出黨內大佬希望蔡英文振錢換將 這個大佬說 這個大佬講的話 我們不予評論好不好 我們不予評論 不等記者問完 就一口擋掉大佬話題 農社問題內外交迫 蘇嘉全展現超高抗壓力 繼續好行程 拼選票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馬總統在上週六 中週六公開場合跟金普聰 對於農社問題 稍微有一點點的談話 那麼在中常會他也曾經說 這個問題應該要注重社會觀感 那我們看到在昨天 他昨天在主持 這是自由時報今天的報導 說他在這個主持 台北市進行的行動中常會 來自宜蘭的黨內人士像馬建言 指出蘇的農社問題引發爭議 國民黨應該要設法拉攏中間選民 政府也應該警惕 此事可能會牽扯到 十幾萬有農社的民眾 政府要幫忙解套 這些選票也很重要 不過馬總統對此沒有做出回應跟說明 馬總統是點點 這樣的一個發展下去 我請教是 宜蘭 你怎麼看呢 現在好像繼續捕下去 沒有辦法依法論法 那麼也呈現有選擇性 那老百姓怎麼辦 對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非常有趣 因為每天我都很努力在看 現在全民很難得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農地應該要怎麼樣蓋農社 然後農民分成哪幾種 變成這次選舉的主軸 結果才發現說全台灣本來聽說有2萬 現在知道不只邀居局長拿出來是3萬 我現在聽到的一些說法是10萬以上 所以這麼多的農社 我鼓勵邱毅 我鼓勵國民黨 通通依國民黨的法令 依農委會的說法 通通拆光光嘛 有短我們就這樣子 那今天有中少和之後 明天還有沒有其他國民黨立委 還有沒有國民黨其他的大官 怎麼可能沒有呢 怎麼可能沒有呢 所以我覺得在農社事件的時候 民進黨的確一路挨打 出於在於我們的媒體力量 還有我們的民進黨的人 每次面對媒體的要求的時候 我們都很謙卑自行 覺得說好像這樣好像那樣 但是我希望真相大白之後 一個是我們國家的農地政策 到底是怎麼走 那我們國家的農民 現在香蕉賣不出去 木瓜賣不出去 什麼都賣不出去之後 這個問題 農委會主委你出來好好說 說一說好不好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蘇家前的農社違法 好 拆掉 可是我希望一體適用 全台灣的 我們依照蚯蚓的法令 一起都拆光光 那我也希望農委會要站出來 要會寬中央跟地方一起會寬 這個不是什麼難事 難道陳武雄主委 只有在敢登半版廣告來罵 那其他的立委 其他政治人物 不敢下鄉去會堪嗎 我希望他站出來 來 蘇芬 好 我覺得我不能接受這種說法 就是說 只准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那為什麼要談這件事情 因為農委會陳武雄高舉著道德的高旗 然後他講的不是法律合法不合法 因為一切都合法 那他講的是一個觀感和道德 他講的道德的依據是說 農地要維持農用 可是他要求我們農地要維持農用 可是我們看到國民黨真正滅農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在劉勝龍在大埔事件 苗栗的工業園區 土地閒置廠房閒置率這麼高的時候 硬要拆再去強增農地 然後在厚農 在這個已經剛重劃好的最好的農地上面 有農水路剛蓋好的上面 也要去給人家設工業區 這個時候呢 區域計劃委員會 在還沒有國土計劃法 之前的區域計劃委員會 審議認為這樣子不可以 但是呢 這個劉勝龍跟國民黨黨中央 卻一役的這樣子的這個袒護 那政府可以滅農 可以掠奪農地 強增農地 然後他們在這裡打小老百姓這樣公平嗎 當然我們還看到 他不只陳武雄還講 他有什麼資格講農地農用農業 他一點資格都沒有 因為在這個中科四期 當這個農民站出來說 你這個政府土匪 政府滅農 你已經沒有水了 你還來搶水 而且這一個工業園區開發六百公頃 但是呢 根本還沒有廠商要進駐 而且環評委員會裡面 政府都淪為這個打手 然後協助這個工業區的變更 然後量身訂製 硬是非過不可的環評 然後過了一個不三不四 然後讓人民無法接受的環評 難道政府可以這樣做 人民不可以嗎 好 那我們又話又說回來 為什麼這個議題切割就讓陳武雄打 派狼合一走 因為馬英九跟金埔中知道滅農的是他們自己 他們最沒有資格講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要維持農業安全 農地農用這個政策 那麼國土計劃法 當初八八風災死了幾百條人命之後 信誓旦旦說我們要通過國土計劃法 國土計劃法就是說 該農地的就農地 維持農用 絕對不可以再變更 該城鄉發展就去城鄉發展 該保護就保護 但是新聞這塊之後 他們的國土計劃法 就躺在立法院再也不動 然後最近中科四期的搶水 這個中部灌溉水 攻四天 停六天 農民都沒有水了 然後中期用水 本來是反了國光石化 然後他不就不蓋大渡藍沿了 那沒有水了 那你調渡農業用水去給他們用 然後結果他們還是置之不離 所以今天如果硬要回到最根本 我們要問就是說 為什麼農民窮到來必須要賣農地 讓人家蓋農舍 回到最根本就是 農業無法讓農民賴以為生 而今天馬英九執政四年 剛剛蔡英文主席講得很清楚 中國他打工就說 我們會叫龍膽石斑 我們的茶葉賣到中國更多了 但是他忘了講一件事情 中國賣來的農產品更多了 所以那逆差 探難的擠探路水擴大了 更不要再講走私的 這些根本的問題是農委會去面對 但是如果基於選戰的考量 真的是有助於重挫 應家選情的話 農委會這個時候 當然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包括就是說之前曾經說 包括有輔導處處長 包括農委會主委 當任膽政的召集人 這時候當然要立功 保住自己的烏紗帽 這時候不做 那等待何時呢 所以這個莊議員 你可不可以簡短的告訴我們 如果繼續連連連連連 蘇家全長說要告到底 怎麼告呢 你怎麼去反擊呢 如果說你遇到 現在不回到依法論法的話 那民進黨怎麼去接招 烏賊戰看起來抹黑是奏效喔 不然不會忠實 旺旺電子報 拉大的時候9% 這樣就不用算了 可以連連連連連連 連到投票就好了 來 怎麼辦 在台灣我相信在選舉的時候 要連對方的一個頂頂 這個可以接受 你說民進黨本來我們所要求的 我們也要求蘇秘書長 說你的要有合法喔 如果不合法的話 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喔 所以蘇家全站出來馬上講 我如果沒有合法 應該聽就聽 應該改善就改善 都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我們先確保 不是說民進黨認為說 社會觀感不重要 其實社會觀感也重要 但是要講清楚就是說 區分兩個 民眾如果說 我今天是一般人 我可以擁有我的財產權 我要賣好子 我家要來買10億 我們家的事情 我沒有跟你們插政策 我錢和我賺來 跟你們都無關 沒有人可以去檢驗它 它如果合法的話 那如果政治上 我們家的檢驗 這個道德標準到底是什麼 應該是說 蘇家全你做兩次的館長 你本身做兩次的館長 你本身做兩次的館長 農委會主委 你的收益 到底是不是足以支持 你來蓋這個九百萬的農舍 如果可以 這個財力夠過關 那我反而要問啊 這個不太合理的吧 一五的下萬常的這個 這個大家會認為說 你做一個公務人員 買一五的 你不是單純的生理人 不同 社會觀感可能不好 蔣平坤這個三億六的 這個大家會覺得奇怪 你幹過這個以前 經濟部的部長 幹公務人員的 退下來以後 現在幹個海基會的董事長 你可以買這個316的這個豪宅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跟公務體系的人完全無關 我管你 你要買31636億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民進黨講的是說 第一個要合法 那要用社會標準 說道德比較高的標準來檢驗 那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互賣人 人家到外面說 我們投票好不好 投票說那個部長時間不好 那個部長時間不好 那個部長要緊離離的 要換副手 要這樣無限上綱 國民黨先自己要問自己 要要求別人以前 中少爺今天不是去猜了嗎 那我們要問啊 人家輸家錢已經改善多久了 這個議題已經燒多久了 那你現在剛要猜 好像可以比較慢一點吧 那如果真的要猜的話 要這個標準的話 國民黨 揪一個禮拜 我告訴你 好 來我們進一段搞搞局長 來幫我們做補充 馬上回來 我們接著